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水岸人家小区 这也是我们太阳力湾的邻居 爱花的邻居给我们介绍的 说他们发现了一家 一家种了很多玫瑰的人家 的确一到小院门口就闻到玫瑰的香味 看看几条路吧 这都是玫瑰 真香玫瑰就是香 月季闻出香味来看这个圆子 这么多的玫瑰 这颜色好像都是这种 这叫血清色吧 不是这叫紫红色 家里不知道有没有人 咱过来看看 看门锁了没有 家里有人吗 先参观吧 这是大理化 这应该是月季吧 这些是玫瑰还是月季 搞不清楚了 花芒来说的话 哎呀他家这种的花太多了 这是玫瑰园 哎呦 这个黄花特别的大 这边还有几颗乌花果 咱顺着他们的小园子走吧 看一看 这些可能啊 这些开的特别艳丽的啊 应该是月季 然后呢 这个紫红色的都是玫瑰 嗯真是香气吸人啊 香气扑鼻啊 这从南到北啊 围着他们家啊 转了这一半圈 都是啊 C型包围 哎 这什么花呀 颜色还不一样 家里 不知道有没有人 这个也 含毛浴放了啊 这什么花 我看 瞧一下他们家窗户 有没有人呢 除了人家小区啊 呃 他们的花园是比较大的 啊 在银滩来说是比较大的花园 给你看啊 这个花园有多大吧 花园怎么也得 四十多坪到五十坪的样子 它特别的宽啊 家里主人不在 如果在的话 他们就出来了 啊 看他的邻居吧 看看邻居 这可能也是个大户型 邻居家啊 种的都是菜 这没人住 啊 他在院子里呢 搭了个架子 铁架子啊 种的是猕猴桃 而且呢 他这还备了很多料啊 粗的粗干 肯定也是要搭架子 这是什么花 这个 不识别 这是什么花 这是什么 菊花吧 是菊花啊 哦 不到开花的时候 今天来的不巧啊 主人不在 咱就欣赏一下 他们家的这些花啊 这个大院子 就是一种纯自然的那种感觉啊 哎 我麻烦问一下 呃 彩虹啊 他 你是来过一次是吧 对 他这个花怎么都一样的呀 他这个花 他这些玫瑰花啊 他说是从东北游过来的八年前啊 呃 是小苗啊 五块钱一棵的小苗啊 一点点大的啊 然后八年种成这么好的一个 哎 有多少株啊 他说买了一百株 一百株都成活了吗 对 全成活了 都成活了啊 哦 所以这一圈全部是玫瑰 都是玫瑰 包括那块它也是 也是他种的啊 对 也是 对 真是好 关键这个香气特别香啊 对 种了八年啊 就成才了啊 像样子了 观赏性的啊 又有观赏价值 又有这种气味啊 哎 这是种的什么 这是杏子吧 这个李子树 也是他从东北发过来的 这个是李子啊 对 东北的 东北发过来的 这是杏子 他说是李子 是李子啊 哦 不是 这是杏 这是杏 那边一颗是李子 哦 这边是李子 对对 李子是东北发过来的 哦 是东北发过来的 嗯 哦 他是这个叶祖是东北人 对 他这边没有这个品种 哦 没这个品种啊 他中间这红的是什么花啊 就这些红的 一株一株的 月季啊 是月季啊 那开我还说对了 花芒偶玩也能说对几种花啊 他这个大树还特别好 他这些玫瑰花啊 哦 这些他们小区里的邻居啊 什么 要来采这个玫瑰花 做玫瑰花酱啊什么 嗯 因为他这是使用玫瑰嘛 然后他就为了 呃 为了给他们要便于他们使用 然后他就所有的这些里面的有些月季花 你看不是现在有虫吗 哦 有牙虫啊什么 他就现在这个季节他说不打药 因为打药了你就影响人家来栽这个玫瑰就不能吃了 哦 这个大树真的人特别好 真这么善良啊 是为了为了这个这个邻居 为了让邻居啊 能够采点这个花瓣做点这个什么玫瑰花饼啊 对他们可以因为他这个一打药就不行了啊 这使用玫瑰啊 我们总共要喷到这里 对对对对 所以他旁边的花他再有虫也不打药 也不打药哦 他说不打这个季节不能打 他说哦 昨天我看他这些有牙虫啊什么的哦 然后我就说我说哎 我说大树你这个要打药了 他说这不能打 你看这些全是牙虫哦 他就坚决不打 对对对有牙虫 不打 他说打药会飘到那个药会飘到玫瑰花上 那邻居来采那个采花要那个做什么鲜花饼啊 做玫瑰花酱啊什么的哦 是这样子的哎 真是今天无缘见到他了啊 好不过你一介绍也了解一些 好嘞今天就看到这吧